咱们前面谈的是二维码出来之后 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有点手足无措的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 像您这样的业界人士似乎都认为 二维码在今后 它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市场 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目前二维码除了我们常见的一些 还能用在哪儿吗 举几个实用的例子 比如我一开始听您所说的 墓碑上小区垃圾桶里 这都能用 这些用干嘛用 我刚刚您讲的是墓碑 墓碑上面加上一个二维码 给谁看呢 晚上大家伙都出来聊一聊 不认识的 大家伙拿一手机互相扫一扫 主要还是给家属 去回忆他长辈和亲人的 过去的阴人笑貌 将过去的这种侍者的阴人笑貌 过去的生平 把它记录在二维码里面 然后我去扫墓的时候 我可以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 给我们的生者留下一篇美好的回忆 咱们说电子时代 它有不同的需求 在小区垃圾桶里干什么用 它一个小一个社区 它是把对垃圾桶 是垃圾进行改造之后 变成了智能化的一个系统 配备二维码的云计算的一个系统 智能终端 系统进行控制 居民在投放垃圾的时候 是手持的垃圾带有两种 一种上面是标着参与垃圾那种 另外一个是其他 两种垃圾档上面是不同的二维码 这样的话 它在投放的时候只有对准两个柜门 只有对准这个柜门 二维码一扫 匹配才会打开 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把其他的不能投到参与 参与的不能投到其他 不对 我刚才听到里面好像有一个小漏洞 我拿二维码 垃圾档上的垃圾档上的二维码 只要对准它扫完了就OK 对 只要是我袋子用对了 甭管我里面装的是什么 都行 实际上后面还有个问题 实际上技术方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它是一户一码 就是说每个小区每一户人家有一个编码 这样的话 如果你频繁了 就是说胡乱的装 不按照垃圾分类 它系统是会监测出来的 如果按照一切都好 都想法 咱们说老百姓垃圾都分好了 但是如果我的码对错了 我就打不开垃圾桶 扔不了垃圾 是这意思吧 明白了 取了解 这种垃圾桶通过物联网将收集来的数据传输到管理平台 并通过二维码支速各户居民垃圾投放次数 时间重量等信息 对垃圾分类实行精细化管理 也可以成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与减排评比和奖励的依据 这也算是一个挺新的用法 其实奥尔玛 我们很多人对奥尔玛的认知是看到了奥尔玛的表象 真正来说我们要认知奥尔玛更多是看它背后的故事 那么扫拉干什么 是吧 每一个电子停证它代表了什么 就是刚才说讲的垃圾袋 上面有个码 它代表是什么 是吧 这个垃圾袋在这个垃圾桶上撒了一下 那么后面将带着什么样的分析和数据的腾计 对不对 这个数据流 所以说奥尔玛它只是一个前端的入口 更多的耕作应该是在于后面的软件的设计开发 以及数据的管理和安全 所以没有单纯的奥尔玛 只有奥尔玛应应 就是拉它来干什么 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耕作当中的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经常去根源 这个根源里面有很多树 因为每一棵树你的认识吗 我要是园长也许 不 假如你带着小孩去逛根源 你的小孩问你 爸爸这是什么树 太简单了 我编一个名字 那不行的 你不能骗小孩 对不对 公园树上一般 反正北京的公园一般都有一小牌 写的是什么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像深圳的公园 每棵树上都挂了一个这样的牌子 是吧 上面有二维条码 那手机一扫 这是什么样的植物 它在整个的介绍都详详细细 我带孩子要是去公园 我希望他亲近大自然 离这些电子产品远点 好 我现在带他到公园 我还得拿着手机 但是小孩的求知欲 你是不可阻挡的 那倒是 对不对 他跟着你 他说十万个为什么 是吧 他问了你这棵树 你问了十棵树 你九棵打不出来 他会更吵不起我 爸爸的形象会降低 是不是 那么我通过这种简单的手段 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好 我看您拿这个牌挺有意思 您给我看一下 这花叫鸡蛋花 后来是一个植物 您给我们现在扫一下 好 扫出来了 你看 这道很快 详细的解释 落叶桥木枝条粗壮略肉质 产地原产美洲墨西哥 应用价值庭院草地 生长习性 强阳性花卉 适合深圳生长 这倒挺有意思 如果说带孩子去 我个人觉得不能去一次 第一次去的时候 得当爸爸的 就得把手机带好了 挨个设计好入镜 所有书先拍一遍 猜猜点 对 自己都背下来了 自己先知道 先知道带孩子去 第二次去 这是什么说吗 爸爸告诉你 这树它叫鸡蛋花 它原产于美洲 后来到我们国家来了 这树喜欢阳光 所以在我们深圳 它可以大量的生长 到北京 雾霾太重 长不了 所以这就给我们生活 带来很多的方便 是不是 解答了我们生活当中的 很多看似很难的问题 把它变得简单了 这算算是一个好应用 还有 我送一个这样的礼物 原来我送一个礼物 那就是一个物 怎么将这个物赋予它情感呢 就是我对你想说的话 特别是男孩子 绝女朋友的时候 是吧 我送那根项链 项链就是项链 最多就是写一封信 塞在这个项链盒里面 那么 以后将我的语音 文字 图片 视频 等等 我一起制作一篇有声有碎的情书 去送给我心爱的女孩子 对不对 那么你看 这个后面有个码 是吧 通过手机 把我刚刚所讲的生徒文视频 并冒的一篇情书 写在这里面 去送给这个女朋友 那是不是根据我们生活 增添了很多乐趣呢 就是用网络用语说 这就叫屌丝逆袭神器 也可以这样说 就可以这么理解 或者说是攻克女神的神器 对 我们把这个音音叫做马上传情 马上传情 这倒挺有意思 王老师 您看您是作为咱们战略新兴产业的 杂志的首席记者 二维码是什么时候进入到您的目光当中的 二维码在我个人感觉在过去很多年 好像没有多少人提 因为我参加很多IT的会议 大家谈了更多的是条形码 就是咱们商场的一维码 还有RFID无线射频 或者说怎么用RFID电子标签取代一维码 好像没有多少人谈论过二维码 就是说这一两年就好像这一夜之间 这个二维码突然起来了 确实感到很诧异 过去没有多少人提这个话题 但现在我看到在国家工信部的物联网的规划当中 提到了把二维码 电子标签就是RFID 还有传感器 这三个是作为咱们国家物联网建设当中的三个关键技术 二维码的重要性很高了 从工业领域来说 在后面我们产业方面来说 它背后二维码的作用是很多的 因为二维码当年的兴起就是在工业领域兴起的 包括现在物流 我们个人可能更多的看到是一种大众的应用 而移动互联网兴起应该说是二维码兴起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 没错 就是说我们少一个东西 网络不发达 你也看不到 对 你能够一扫很快的看到信息 才会给你生活带来这个序愿 好 每个人面对网络时代的时候似乎都已经被霸得干干净净的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从行业内部而言 二维码的的确确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给这些行业无论是从销售还是从运输渠道下带来一些巨大的利益 当然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这就好像现在有网店京东一号店都很火 但是还是有人喜欢到实体店去购物一样 长期的并存现象肯定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